大家好,今天和大家讲一个关于泡沫切割的问题 当你在利用正中刀切割泡沫的时候,是否也会出现这种情况? 切割的截面不垂直,有一定的破度 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?今天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,你需要利用正中刀切割一个正方形 去观察切割直线的时候,是否也存在切割截面不垂直的现象 就像我手中的这个样品 如果存在这个现象,我们要如何解决呢? 我们可以点击操作面板上的Odzaz截面 然后点击Odzaz截图,去调节刀具的角度 首先我们可以切换到正中刀的一个模式 当它显示Cut的时候,我们可以在这里输入这个调节这个角度的数据 然后呢,点击上面或下面的旋钮 进行逆时针和顺时针的旋转 并一般的话,可以先旋转3到5度 然后进行再次切割 测试这个切割直线的截面是否有所改善 当我们调整完角度 通过再次的试切 获得最佳的正方形切割效果之后呢 我们开始进行第二步调整这个小圆的切割截面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?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,我们在操作面板上点击SPEED 然后点击AR 这里面有一个CUT RIDE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输入-3到-6的数值 进行试切 以获得最佳的这个切割小圆的截面 完成这两步操作之后呢 当我们再次利用正中刀切割泡沫的时候呢 就会获得最佳的切割截面 像我手中这个40毫米 获得EVA泡沫 它的切入面和切出面的误差 小于0.5个毫米